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强 这期视频咱们看一个饮水机 也就是茶巴机 这是我们寿房部的 寿房部离我们这儿有点远 他打电话过来说 我们这个饮水机坏了 帮我看看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就是不通电了 我说只要保证你这个 插座里有电 但是你个饮水机不通电了 那肯定是饮水机坏 我说这样 这样吧 你把它拉过来算 因为我零件也不全 到那的话 当场怕修不好 然后呢 还得跑几次 现在他拉回来了 咱看一下 看就是这个啊 这个挺大呀 看着挺豪华 鲜磕的 现在你看 插上电了 插上电打开后面 开关在这里啊 这是开的状态 就是开的状态 关 坏了 开关坏了 但是这是开的状态 把它开关 拆了看看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这种开关 不用拆 可爱在外边 这样就能拆掉 咱们试试 假如拆掉 真是开关坏的话 那就省事了 好 好 好了 哎呀 看 这个真是烧坏了 拆掉 这是不是有的 带锁扣的 有一种这种插带 它带锁扣的 带锁扣的话 就得按一下 我看看 是有锁扣 这一块 按下去 再一转一看 就掉了 好 好 看一下 这个 看 烧坏了 不通了 封明档 不通了 我正好有这个 我这个是三条腿的 它是两条腿的 它这个估计里边不带 不带指示灯 打开看看 我那个三角的是带指示灯的 不带指示灯的 看 这个烧坏了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直接用上就行了 我这个呢 是 看 我看看啊 这是开状态 这俩是开关 这个是指示灯啊 指示灯 一个接这 相当于零线 然后火线这接这里 它才会亮 试一下啊 这是220伏的啊 现在是没有电状态 你看啊 我接到这里 然后我打开 现在是有电了 这上有电了 我这上灯不亮 我开一下 看 灯亮了吧 把它关了 关了 等于说这两端 接的内部的是 指示灯 所以说这个呢 咱就直接 不要指示灯就行了 直接这两端 把这个插上去 好了 通电试试 好 超上电了啊 我手动打开这个开关 好 通电了 原来 就是这个问题啊 显示 一一 它没有水壶啊 报警 这个应该是正常 这个固扎修好了 这个非常的简单 咱这个螺丝刀都没用啊 壳都没拆 直接从外边把它 扣出来就换上去 这种开关啊 比较容易坏 包括银水机啊 这个茶吧机 还有这个电饼车啊 很多用这种传信开关的话 还是故障率比较高的 因为它这个 负载比较大 功率比较大 这个触点呢 容易烧坏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